大中午了大飞 屌毛也没去拿课啊 那他今天休息啊 好像这家伙 屌毛上次 坑了我一笔 好一下他 大飞 大飞 谁啊 大飞 还没出发 刚准备出去拿课啊 大中午了 看你还没出去拿课呢 哎呀 中午回来吃晚粥很正常的吗 是不是早上都拉了一个早上了 好像拉一早上了 我以为你还没出发呢 是啊 哎 你要干嘛呢 你要去哪里啊 我以为 我以为你不开通 我想借上个车 上街吃个粉 借我的车 等下我还要去拉客呢 怎么可能借你 我这个 赚钱的工具借了你 我用什么 是不是 没事 你 搭一下我上街也可以 搭你上街啊 搭你上街 我说不过要收五块钱抽费 哎 五块钱五块钱就五块钱咯 哈哈 哎呀 又是发财的一天 开门就有生意就 嘿嘿嘿 那行吧 那 关下门啊 人家 哎 怎么又打开啊 行行行 啊 先踩踩踩车 我上街吃个粉先 这只饿了 那中午的我都还没吃呢 说好啊 五块钱哦 哎呀 五块钱给不起 啊 你这车是不是坏了 坏什么快 早上还好好的 早上我都赚了 五六十块钱呢 那现在你踩不响 没有了是不是 不可能啊 早上我刚加了油啊 那就是肯定是车有问题啦 这车都没保养啊 天天拉客看你天天拉 是好久没保养啊 哦 这车啊 应该有两年都没有换过机油了吧 哦 那肯定是发动机啊什么的出问题了 那么久都没保养过 不会吧 关键时刻掉链子啊 哎 那用说吗 你看这车天天跑 要跑的那些又那些路又不好的路 哎 一车车五六个的哎 你又不保养一下的 不能啊 我看是快了 听声音我就听就来了 哎呀这么麻烦啊 肯定要 拉去修了 那今天我拉不了你去镇上了 我只能拉去镇上去修了 哎真的谁又不 我楼表啊楼我楼表他不是修摩的吗 拉去他那里 哦 你说镇上那个是你楼表啊 是啊 哎呀你懂说吗 你拉去那里 反正楼表的话叫他打个 啊五折给我就可以了 我也我楼表应该可以 我叫他帮你打个折 啊那我就拉去了 哎我帮你拉去吧 反正我身边上街 啊这样啊 这样不好意思吧 哈哈到时候你要报销的不 我帮你拉是帮你拉到时候 你要帮我报销 报销那是肯定的 修我的车肯定是我报销了 啊 竟然这样 哎呦我在家再休息一会 你就帮我拉去你楼表那里 修一下 等下你跟你楼表那么熟 叫他少收一点 那肯定啊 我跟你这么熟 怎么可能叫他多收一点呢 啊收的也是 那那你帮我拉去吧啊 叫他帮你全部检查一遍 啊好 哎 还有那些线路啊那些 哎我叫他全部检查一遍 行行行行 好那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去吗 啊辛苦你了啊 没事 这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车啊 又牵了肯定把它关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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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粉也吃饱了 估计剪也要装一顶了 大伯 大伯 哎大伯回来了 修好了吗 修好了 那个拉缸了 那个画油器也画了个新的 看到没有 那里里面堵了 那里里面堵了 生锈了 发动机里面拉缸了 这么严重啊 啊 你这车开了多久了 都不保养一下 今时又不换下机油的 天天去拉个 哎呀 那 那修了多少钱呢 本来修了一千二 现在他我老表跟他谈了一下 他说收八百了 反正跟我这么熟了 八百块啊 哎 你都拉缸了 那个那个画油器啊 也堵塞了 换了换了一个零件 线路全部帮你检查一过了 很多都是被老鼠咬过了 多久没有没检查了你 天天开车天天开车 就负责他能开就行了 不不检查一下 大家不维修一下 啊不保养一下的 哎呀兄弟那八百块也太贵了吧 我这个车卖掉也不止八百块啊 那现在修的修好了 八百块钱零件都换上去了 哎呀真的是 冰箱是走之后检查一下了 哎应该给点点拉客就不检查一下的 哎呀行行行啊八百就八百了 不过我我现在只有三百块钱 能不能五百先收的到时候赚钱了 再把那五百还给你 哇你这赚钱要多久啊 我我最多给你一个星期哦 我老表那边我不好交代呀 哎那请吧你跟你老表说一下 先给他三百 我大概 啊两三天就能赚五百块钱了 到到到时候我跟我老表那边说好了 你到时候 请我吃顿饭什么的啊 没问题的 不好说话是不是 啊行行行 改天我请请你跟你老表 一起去 吃吃顿好的 啊好好好 那我先去跟他说一下先啊 好好好 你去先去拉客吧 哎呀 真的是 本来说一开门就发财了一天 结果还是亏本了一天 哎呀 这烂城真是这么不争气呢 哎呀 等下再出发